今天呢,这个是11月29号,这个星期一,这个美国的感恩节过货, 今天这些市场呢,就是在星期五呢,就是强烈的反弹, 但是在今天早上呢,其实是反弹的最好的这个做空啊,就是跑的机会,对吧? 我呢,上个礼拜五呢,大家都知道,我在群里面也说了, 我第一那个,开始买那个Trump那个,媒体的股票, 从40块涨到46块,对吧? 刚才是40块我进去,46块卖掉了, 然后呢,我就卷入了另外一个小的股票, 这个股票呢,看起来是非常有势的,就是叫NAKD, 这个股票呢,这个,今天早上呢, 从星期五,我五毛五,六毛,六毛四左右买进去, 今天早上呢,就涨到了七毛四,我七毛六买点了, 这个还是比较兴奋好,比较准啊, 然后呢,因为这个股票呢,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, 炒作这个电动车啊,就会是无人驾驶的这个电动车, 这个都很热,对吧?有几个股票,就是RIVM, 还有一个是LCID,然后呢,这个股票呢,就是NAKD呢, 它也是同类的,它现在呢,就是说呢,这个股票呢, 是一个可,是一个retail,就是说做零售的这个, 这个女人服装啊,那些产品的,做女同胞的生意的, 这个股票呢,它现在呢,因为疫情啊, 我觉得是这个生意不是很好做, 现在呢,被人家看重了, 就是被一家这个做电动车公司看重了, 然后呢,要借这个可,借这个可上市,我们叫SPAC, 就是说,这个公司呢,就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可, 它也有十几个业铁,这四级, 它嘴皮提供了两三个亿, 跟这个,跟这个公司啊, 叫Central,我给你看看啊, 这个公司呢,叫Central, 这个公司叫Central,它就是搞电动车的, 现在今天说,它有一千个车子的订单, 所以呢,股票呢,就,就涨了百分之,将近二十, 他说这个股票呢,可能有几倍, 或者几十倍的增长潜力, 因为它不是因为它原来的生意, 而是它的SPAC, 就是说,它是拒入了一个生意, 就是被人家借口上市, 这个月的,这个, 十二月, 二十一号, 它有一个股东特别大会, 就是来批准这个合并计划, 收购计划, 所以,今天就是看这个, 你手,等一下我看看这个, 这个公司的股票, 这个公司的股票呢, 今天呢,就是波动很大, 今天波动很大, 开始涨了百分之一十八二十, 现在这些全部这个就掉回来了, 大家看一下, 就这个样子, 昨天呢,是从这个六四啊, 今天早上是今天七七, 我是零点七六卖点, 但是我在六九的时候呢, 又又又又跑进去, 又掉下来一点, 但是这个就是不用担心, 不害怕, 对吧, 它因为今天整个市场呢, 就是很多这个股票啊, 都今天很多股票呢, 都被卖空了, 当这个股票呢, 就是说正常情况呢, 现在这个很多这个交易员呢, 它就是叫pump, 它就是dump,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, 那这个股票是, 是应该是可以, 应该叫可以赌一把的, 对吧, 好吧, 今天我就是, 但是今天的市场呢, 现在整个市场来讲呢, 都比较脆弱, 对吧, 市场现在反弹以后, 大家都趁机跑了, 就是也有些人是, 亲自去做空, 对吧, 然后呢, 我我在想呢, 今天呢, 对吧, 今天这个, 做短线还是有机会, 刚才那个股票吧, 可以进去, 对吧, 赌一把, 这其他的股票呢, 当然呢, 有什么, 网友, 会的朋友们, 有什么样的, 需要, 我的观点, 我会指使给大家提供, 谢谢, 世界天 mają偿ersonic。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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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